手上拿着家里钥匙开门这一刻 省心阿嬷一家六口终于有新家了 看到新房间小孙女开心的在床上跳啊跳 阿嬷也来到厨房试用新炉具 一大早数十名义工把里外全清理干净 要准时交屋 原来云林陡南的省心妈孙 多年来住在破烂围楼 两住还倒在床上相当危险 但经济结局无法修缮 阿嬷和孙女四个人只能挤在三平大的空间生活 直到中秋节前夕 义工团协助盖新屋 动员上百人花了两个周末 总共三天打造新房社 看着新房阿嬷感动又开心 想到过往半夜常爬起来哭 如今终于能改善居住环境 比较过往七十年老屋 不止屋顶破洞显得残破不堪 重建后改成三房总共二十四平 还设有围墙和隔壁土地做出区隔 一家六口挥别过往的围楼 终于能议员梦想安心入主行房 记者廖文斌 陈广瑞 王百英 SNG小组云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